17、18號 青龍珠操裡面的17、18號 新造型,那既然是雙胞胎就要一起開 替換的零組件其實不會非常多 都可以清楚的看到三個臉部表情給你 加上原本的頭雕等於四個 然後另外一種頭髮造型給你 替換手掌17號多了 這個大絕招的特效 然後18號就是一個小小的這種特效給你 青龍珠操17號的新造型 他就化身為這種職業的森林保護員 所以他有這個保護員的背張 整個以頭雕來說 就維持了這種冷酷 沒有笑容的這種表情 他頭髮 招牌的這種郭富城的中分頭 長髮 他身上的這個 新的造型的服裝 搭配了牛仔褲跟腰帶 重點是要換上的這個黑手套 黑皮鞋 然後是霧面的 鞋帶的地方也是看得相當的清楚 可動方面 前後左右上下 頭 頭 都不是個問題 腰 大幅度的扭動 然後胸口 胸口可以 這樣子 然後腿 前後 他這個背 這邊 手臂也可以 關節也是可以 多拉一節出來 這次換臉部表情就是 前面的劉海可以拔下來 然後就直接替換表情 然後再裝上去就可以 這一個表情是 他一向以來 也是一個招牌表情 就是冷酷的微笑 仔細發現 其實十八 十七號 他 耳朵下面 兩側都有掛著耳環 只是頭髮 關係太常擋住 就會像這樣子 表情先上 這邊可以清楚看到 他耳環就有露出來 那因為你裝上長髮之後 就會變得 不明顯 另外一個表情 髒嘴 最後這個表情 搭配 他這種頭髮圍翹起來的樣子 是最適合的 這一個 新的造型 的髮型 他也是 前面 的劉海也可以拆下來 然後你就只是 就可以從旁邊看到 因為我沒有組裝得很好 旁邊這邊也是 就是 這表情加這個頭髮 非常非常搭 其中一個特效 部分的表現其實 算相當不錯 這種綠色的 萊姆綠 有點透明件 然後拳頭外面 裹著一層 第二個特效就是這種氣功波的特效 他左右手都有給你附一個插銷 看你是要用左手還是右手 做一個固定的動作 氣功 做的 這種塗裝色澤 也是微微透明的 而且這種螺旋狀 條紋 有顯示出來 修整豬超裡面 18號的這種造型 就是整套 非常休閒的運動服 那這一個臉部表情 是他滿常擺出的一種 面無表情 的樣子 雙耳都是有耳環的 那整個頭髮 他的分線 就是 在 其中的一個側邊 跟他 17號 是中分 其實有一曲同工之妙 拉鍊的金屬塗裝 有做出來 那整個 白邊的部分 從 衣服到褲子 這邊 彈蓋了 所有的側邊 鞋子的部分 這造型 做的也算還蠻好看 可動性 頭是 沒問題 手 當然也是 然後 他這個後臂的關節 可以把他稍微的 拉出來一些 胸部 上下半身 腰部 腳 如果你想要做更大幅度的話 可能就是 需要自己再調整一下 像這個 前後的話 你就可能要自己轉一下 就可以拉到 更大的一個方法 更大的一個方法 一樣都是兩段式的 更換頭雕 更換17號的 道理是一模一樣的 全部都是 先拆瀏海 然後就直接可以放臉部表情 那這個臉部表情 是他這種 冷厭的微笑 就酷酷的 微微的笑的樣子 主要是這一支 18號的 眼珠 塗裝其實算是還蠻好看的 這種生氣的頭雕 另外一種髮型 搭上這一種髒口 超級憤怒的樣子 那這種另外一個髮型 也是跟他 17號 替換的是一模一樣 也是前面 要拿下來 然後你再把 新的 這種表情包 放上去就好 他整個頭髮就是 有被風這樣 吹起來的感覺 我附上了這個 雙手 插口袋 的零組件 我整個這樣子 其實好看的非常多 再搭配這個 微微笑的這種表情 特效件 畫跟17號一樣 是一個氣功波 看起來幾乎沒有什麼兩樣 的 是 雞腿 字幕by索兰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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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這兩隻如果你是之前沒有說到 青龍珠歷史期的17號18號 其實這兩隻青龍珠超新造型的 17、18號也不差 那可動度當然是沒話說整體的 不管是造型或是頭髮的另外一種型態 我自己都覺得算是還蠻不錯的 完完整整的跟之前的這一種17、18號是 不一樣的感覺 今天的影片就到這裡 我們下次再見 Love&Peace 拜拜